由周易伟、王翠宇、斯君主持的旅游节目 《Grande to台北》 将会在4月20日播出 节目主打豪华游台北 为观众介绍当地好吃、好玩、好去的地方 三位主持都因为节目而大饱后福 想不到令斯君最念念不忘的 竟然是一碗面 我觉得这类型的旅游节目应该多开 是 没错 真的 完全不辛苦 整个过程又吃到很多升级的餐厅 去到一些很漂亮的环境 又看到一些好看的表演 非常棒 但我看来吃、煮全部都很高兴 譬如来吃 我们看到一碗一碗牛肉面 那个就文明已久 当然已经有很多朋友说过 但我真的从来没有试过 那个那种是对我自己 如果我不拍节目 我未必会去吃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有这次机会 让我一试这么贵的牛肉面 这次制作组是有没有预算给你吃 一人一碗 没有 斯君在这个台北之旅 不止只是顾着享受 作为音乐人的他 都因为这趟旅行 而与当地原住民音乐人结下缘分 最难忘是看到一个原住民的演出 是 有一个原住民的演出 那我当时看完 我就拿他们的contact 我说有没有机会合作一下 所有人都觉得我说是开玩笑的 是 完全没有理会我 或者可能我的普通话不够好 最后就多谢节目组介绍 大家真的交换到一个联络 在音乐上是否有一个演出 也在筹备 是 在农夫年底有自己的一个音乐会 有点有趣的地方 是我们希望这次可以回到 我们出到第一个演出的场地 在那里做 现在是否已经开始计算 当然了 因为有很多稿要写 我们又不只是唱 里面有很多talk show的部分要写稿 大家都知道 诗君和翠鱼这对大不透的孖宝 在一起 就会爆发妙语连珠的笑蛋 而诗君就说 幸好有Jarvis在 才令他不用被翠鱼欺负 我觉得幸好有Jarvis 如果没有他平衡 我真的对着翠鱼 真是受不了 原来说这件事 真的搞不定 因为翠鱼平时已经欺负我 如果没有Jarvis在 整个节目我都是被他欺负的 是吗 但我们看到那些照片有些证据 是好像你欺负翠鱼 没错 拿一只脚身去 没错 因为现在有Jarvis在 所以他就会转过去欺负Jarvis 那我又可以欺负他 好像斗兽棋 没错 一物字一物 是 你是否除了你要做主持之外 你还要偶然帮他们拍照 做摄影 那个个人喜好 那他两位又是美人 可以拍照 拍照自己就无谓 你完全没有帮自己拍照 没有 我只是拍照漂亮的 是吗 是吗 那你拍翠鱼多 还是拍攝Jarvis 没错 没错 那两位拍照会更多 翠鱼会更多 因为他会主动要求 是 是的 他有很多东西要负责 是